各位觀眾晚安 各位觀眾晚安 今天是星期三 那就是昨天 今天是星期三 你們那邊是早上是嗎? 早上是 四號的早上 就是國會開幕的第二天 第一天大家都大概知道什麼了 不如小夏你講講 昨天發生了什麼 我昨天想去國會的 看一下 第一次投票 第三次投票 三次都通不過 民主黨那邊212票 它有他們的候選人 共和黨這邊 第三次的時候220票就支持Marcassel 它需要218票 有20票共和黨人死定住就不投他 那這批共和黨這批人是共和黨的極右派來的 他們不是說沒有那些要求有這些多合理 比如說FBI你要去調查FBI怎麼這樣干預選舉 但是他們的要求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說要撤資金 有些人說要組一個委員會先去調查 對不起 各種各人的說法 1月6號馬上就到了 後天就是1月6號的兩年 1月6號委員會那些大家比較有共識的 那些材料要放出來 共和黨都不會反對的 但是現在關鍵的那20個人 也不知道是誰去代表 去和Marcassel談 逐個去找 昨天就說特朗普已經是 因為那些人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所以特朗普 能不能用Mega來代 那20個人能不能用Mega來稱呼他們呢? Mega大多數人都是支持Marcassel的 好像Jim Jordan Jim Jordan特別出來說支持Marcassel 他們就要支持Jim Jordan做議長 Jim Jordan說我不做 我支持Marcassel就做 Jim Jordan不是他沒有野心 Jim Jordan有一個 他有他的想法 他如果選上去 他就直接是法制委員會的主席 所以作為法制委員會主席 他就直接啟動 對FBI也好 對其他 他就啟動調查 那麼現在呢 共和黨這邊speaker上不去呢 委員會主席全部都上不去 那麼這幫人就全部將這些程序維持住了 我也不知道他們要什麼 不是 他們我聽到你剛才說的一部分 就是說FBI的資金 他們想辦法 就是FBI繼續這樣破壞憲法做這些事情呢 他們想會偷他的Funding 就是不給他錢 都是立刻想法 做不做到另外一件事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條件 那麼那個南方那個邊界那裡 也算是幾大件事的 都有幾件大事呢 他們這幫人提出 但是Marcassel沒有說不答應 沒有說不答應 問題就是這樣了 所有國會的工作呢 都要先有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做完去立法去推動才做嘛 你現在就hold著這個委員會成立不到時候 你怎麼算啊 你怎麼算啊 死都不放啊 哪有這樣的人呢 這些我不是說同不同他們的價值觀念 而是這些人真是個人個人那種自己的信念太深 覺得自己什麼都對的 那麼你任何一個黨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你現在好像在香港議會 一個人一個意見的嘛 你的意見我可以同意 但是不等於你這個意見 要將所有整個黨做了整個全國人民做了人質 我真的意見大了 對這些人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但是我兩邊都要聽聽一些意見 我想問問你 他們覺得Marcassel和McConnell有一點相近 差不多是同樣的思維 這件事怎麼看呢 兩件事不是的 Kevin McCarthy我都認識的 不是那麼熟 但是我看著他上來的 他是共和黨裡頭的建制派 沒錯 但是他這麼多年 你看他做些事情嘛 第一個呢 McConnell好像這次共和黨人爭死他 他出來說 他說 援助烏克蘭是美國的首要任務 我們不差過你 浪費了我們這麼多錢 做了不知道這些傻事 共和黨的人真的很反感 但是Kevin McCarthy沒有做過 這次的1.7萬億 這個計數字 那個 17億 17億 不是 不是 1.7萬億 1.7萬億 1萬7千億 他投票 不是 不是 17萬億 1.7萬億 17萬億 他是投票撐住了 而且你做一個領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真的需要幫其他人選上去 你是這個領袖 所以Kevin McCarthy 你下次回來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次游行 我們有一次游行說 沒有去洗手間 有朋友住在那棟樓 那棟樓就是 McCarthy 那棟樓 我朋友是他的鄰居來的 那他真的住在那裡 那他真的住在那裡 一房一廳 如果他做了這個 他天天都真的 他很勤奮的 他是小業主來的 原來是開雜貨店 出來的 在農場那邊 在農業那邊 加州農業那邊 在Bakersfield Bakersfield出來後來 他很年輕的時候 30多歲上去 上去之後 2009年奧巴馬選上之後 他就和我們州的 majority leader 還有Paul Ryan 還有我們州 死了死了 我真的是自己的朋友 Eric Cantor 三個人 組了一個young gun Eric Cantor 是做頭的 那三個人 在國會中 一直在推年青的人 幫助年青的人選上去 他們都幫過我 他們幫過我 Kelvin McCarthy 我那時候競選 和我站過台 所以我這樣 那我覺得 他比加州過來 他是比較mild 不是說很保守 好些人 但是他沒有做過什麼 起碼令我覺得 很出界的 McCarnall 是做了 出了 出了我認為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我覺得 Kelvin McCarthy 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那你現在 你可能有些人 你很喜歡 你意識形態很一樣 但是 你團結其他人的能力 那就有問題了 你現在這二十個人 全國沒有操作這些事情 是怎麼回事 這幫人真是有事 唉 我也免得說 一天半天就不是主題 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禮拜 解決不了 就是問題 是啊 他現在已經 今天十二點鐘 重新投票了 今天十二點鐘 如果是 就是 估計都 就是 都幾困難 你這二十個人 有十八個要轉過來 就是 如果是 一路一路拖下去 這二十個人說了 死都不轉的時候 那 真是 很嚴重的 那難道你要民主黨做議長 好 他們現在在說數 我們有幾樣東西在說數 要 譬如要 要聆訊FBI 要斷財路 一個一個就是邊界 邊界也是主題 1月6號 那個調查 1月6號那個又想繼續 Scott Perry提出什麼 Scott Perry都挺激的 這次 Scott Perry他一向都是這麼激 那些人他是極有派來的 是 我忘記了他提出什麼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堆 差不多這幾樣 但是每個人講法又不是這麼一樣 但是 那有沒有什麼 他們 麥卡蒂那邊有什麼不答應 或者是不答應可以 沒有什麼說不答應的 現在又不是 他們是討厭他的人 最後呢 Neil Gingrich 他作為老議長出來說 你們到底要什麼 你到底要什麼 每個人都要 最後說到底 他是不喜歡麥卡蒂這個人 那你不喜歡他的人 他懷疑他是軟弱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找誰 Jim Jordan自己說了不做的 那就是直接搗亂 真的 我現在有時候對美國政治有些 那時候有 怎麼說呢 T Party 那時候有些出來的人 我自己 T Party 做了這麼多 有出來的人 又頭腦比較窄 又沒有什麼見識 真的沒有見識 那些 就覺得自己正確 大了 那些很頂不住的 兩黨那邊 就是民主黨那邊 那些 那幾個類的 AOS那些 又覺得自己大了 很頂不住的 共和黨這邊的又是 就是覺得自己什麼都正確 我真的見到這些 覺得自己全部正確了的人 走得有不遠得有不遠 少霞 勇武和主觀是脫不開的 香港人一模一樣 勇武和主觀是脫不開的 這些東西 就是最後 你選 你勇武 你自己勇武 你自己人 我就死 我站在坦克前面擋死 那些很英勇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你不可以將全國人民 作為人質的 這個 我不是 我又不是這麼左 又不是 我不左 但是我右派 我又不是這麼右的人 我自己也好自 但是 好像我現在 你們國會這麼壞 我一個人 躺在國會面前 拿著槍 你們誰過來 我進去不准開 差不多有這樣 真的是 就是 就是 黨坦克可兒 沒有問題 那些是絕對面對專制 是吧 我也覺得他們提出的要求 麥卡士 沒有拒絕 好啊 幾樣事情 他們提出的要求 就是我們都知道了 我們都 經常都在講這幾樣事情 是不是 所以 Gingrich 去到 麥卡士 他現在可以說可以同意 他沒有權 答應的 要委員會主席來講 好像調查FBI 那些是Jim Jordan 才可以講的 是不是 Jim Jordan 想做 那個叫什麼 法治 法治委員會 很大權的 FBI 那個叫Judicary Judicary 是啊 Judicary 這個大權 那你猜還有哪幾個 誰做到誰 還是他們講的還沒傳出來 現在都是 Jim Jordan自己講的 Jim Jordan 他想做那個位 但是最後 現在呢 就是 現在這樣 他們那20個人這樣保持 委員會的組成又要重新要變過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下面共和黨自己的conference 已經講了 這20個人 將他全部從關鍵的委員會 都扔出去 不讓他這樣阻撓意識的話 那就對不起了 那這個也是他的懲罰的辦法 但是最後呢 你現在 就是目前來講 我是看著外交 看著 就是 說不定的 因為你 但是知道了 麥卡士說 一定要將那個 Minnesota那個 穆斯林那個 那個 又反右 又好了 那個女議員 踢出去 當然不會 已經說了他踢出去 所以他們知道要踢出去 是否女生跟他聊天 被人拍到照 那是另外 AOC那個是不是 不是 你說是AOC那個聊天 那個是帶頭巾那個穆斯林 然後 反制 反丐 反得 很左 到離了 而且跟他 和他張總結 分架移民 犯法 那些什麼 造齊那個 那個 怎樣說 就已經說要踢他 出來 是 和害的 那個人又反Nancy Pelosi 又做什麼 這些民主黨 跟民主黨 共和黨 極有那兩筆差不多 所以我真的沒眼看 所以昨天說要去國會 見到那些議員正在開會 免得不去 真的沒眼看 最近我們看到的問題 我們外人看到的問題 覺得FBI的濫權 這個就真的很嚴重 嚴重到飛氣了 這個濫權 還有一個就是邊境 邊境現在這樣的情況 真是國不自國 這兩樣東西 真是 這兩樣東西 McCarthy沒有反對 沒反對要搞什麼 而且一直在支持 特別邊境是共和黨很重要的問題 沒有反對 但是 現在基本上可以指到的 他們有majority 那些就是拜登亂花錢那裡 就可以停倒他的 那裡就不是問題 我看 因為撥了款 明年那些已經有了 不一定那麼容易 政府那些東西是 他們想有個權可以取消以前撥了錢 可以改回 拿回 有沒有可能嗎? 國會哪有可能敢出議反議啊? 你只可以監督罷了嘛 這條Hormann這個法律 它是想啟用這個Hormann這個法律 就是這個Hormann這個很大權的 可以說 隨時可以改的 那些錢的東西 那些錢的東西 你無論怎麼說 很簡單撥到政府預算 撥到各個部門 就算撥到國會自己的那些選區 全部都已經是由預算就是預算打進去的嘛 很嚴格的嘛 你怎麼說 你討論得來就過了半年了 就是國會的議事議程 你說我現在想撥到他什麼什麼 就大家開會了 開會你反對我贊成 第一次表決通過 誰全院表決 你整得好 就算你快手都半年了 所以那些真的有很多新議員 真的不知道那些議事情序的 我每天都報 報了十幾二十年 就看著 你說什麼都好 他看著他肯定 不只是民主黨 比如你要撥住 你要撥住FBI哪筆錢 FBI Michigan Office 這樣 哇 糟了 Michigan 那個議員共和黨 民主黨一起來查你 查完之後 進到哪個委員會 做到哪裏 討論完之後 是不是大家要再傳 要投票 要全部一起投的嘛 小組委員會 投票委員會 整一下整一下 就不用做了 不過這樣大半年用光了 你們兩個怎樣呢 就是這些政府的budget從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不用想的 以前收得回 你要想以後下一次怎樣撥住它 下一次撥住它 要整年要討論的 小夏 我們當然最關心關於中共的問題了 你猜哪個小組將來是對付中共的? 有立法權的小組才可以的 其他小組都是這樣說的 立法權委員會就當然是外交委員會 外交委員會 法治委員會 道德委員會 就是道德委員會管很多人去賺錢的那些 拿錢對不對 什麼特別的議員有關 那好像我知道加州有很多 加州的議員拿到中共生意的錢那些 那些可以去什麼的呢? 那就是特別是外交委員會 如果說要制裁中共或者幫香港 制裁某香港的官員 這個屬於哪個委員會? 就是哪個委員會是... 國務院才行的那個 那個國務院 但是有時候這邊 這邊都可以做些事情的 這邊可以推動它 比如安全港那些這樣的 那些是屬於哪個委員會? 是啊 是立法來的 讓外交委員會 是不是外交? 外交委員會 外交國土安全那些 就是如果是... 香港幾件事實際上還沒過的 就是香港那個所謂安全港 又幫香港人這樣那樣 有些事情就叫了在上次那個國會 就是叫去去年那裡沒有通過的 那拜登就說暫時不趕你香港人走 那估計如果這次成立了 就是成立了小組之後呢 這件事情可能會拿出來說 所以我看過 如果應該是哪個小組負責 你去找Christmas 他是外交委員會現在資深成員來的 你猜這次有沒有可能他做主席? 應該不會 我聽說內部一點 他是有資質的 但是呢 現在這樣的變化不知道怎麼樣 他是有影響力的 他應該... 有機會好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我聽黨內的人說到 就是他們覺得他有時候過激的樣子 外交委員會怕你外交惹事 總之是這樣啦 但是呢 他中國問題呢 他一言九鼎就沒問題 就去找他了 就是他最有...中國問題他又認識 他永遠都是有影響力 一言九鼎就行了 明白 明白 小雄 你猜我和Scott Perry都挺熟的 你猜他有沒有機會做什麼小組? 他沒有機會做什麼組長的 現在他這次這樣做法呢 他連委員會都有力一點 有力一點的委員會都不會讓他參加的了 是不是? 是 他自己... 就是關係和了? 關係和了 是啊 共和黨這次一定要懲罰這些人 就是你炒我那些事情 委員會又炒我嗎? 給那個委員會給他利益他會不會? 你猜不會?你猜是懲罰 就不是搞定他 他是這樣 有些委員會呢 你看你哪裡 比如你那個地方 剛剛那個地方有大核電站什麼的 很多捐款啊 那你如果分了去電力委員會 能源委員會是很大權的嘛 因為我有個朋友 Virginia第九選區的 上了去就是 人家等於是reward他 他那些是個大核電站的選區 將他分了去能源委員會 他那個位不知幾穩啊 大把捐款啊 然後他在那裡 特意就不分了 你去那裡 你就是... 很多國會都很多奇怪做法的 我們想不到的 Perry那裡是Pennsylvania 很多什麼... fracking 是不是? 很多那個叫做... 那不就不讓你去能源委員會 哦 就是他可以專門這樣 就是特意弄到你... 讓你去個... 比如你那裡沒有... 通訊委員會 不關他事 不知去哪兒的 那些... 就是這樣呢 很多很多... 或者是排你排到末座啊 什麼... 就是各種做法都有的 所以這些東西就... 這些東西就... 唉 到時候再說了 但是... 很重要 這個誰做組長這件事就是 將來接下來這兩年那個政策的了 整個美國的政策 主席啊 控制了... 委員會主席控制了所有議程的 是啊 多數黨... 這個實際實在是很關鍵的 所以我都是金晶火眼一盯著 誰做到主席呢 將來我們那個... 當然我們香港的芝麻綠豆這麼細事啊 但是呢 如果他幫幫忙就差很遠了 不是 你說我是不是猛烈的 看到委員會主席出不來 我平時... 你知道我平時不是這麼猛烈的 我今天都很猛烈的 搞什麼... 那個什麼... 搞什麼... 中國會這個是國會的事啊 還是什麼事啊 還是兩邊的事? 不是 這些委員會啊 有兩個中國委員會的裡頭 他就搞個中國小組 這些組這些委員會是沒有立法權的 是 是 是 所以他是一個出報告的參考權的 你問我呢 我老老實說呢 基本上這些委員會都是浪費錢的 嗯 聽起來很好聽的 基本上浪費錢 就是外交那些有實權的 外交 Judiciary 是不是? 還有股銀子那些有實權 扮演是有立法權的 那些有實權的 嗯 你都立法權的實權呢 你不知道了 有些 比如是委員會吧 你哪一項 如果你... 就是對中國政策說吧 你如果在華盛頓州 就好像那時候買塊地啊 立即就涉及了能源委員會 投資委員會兩個 哎呀 笨蛋就不能買塊地 那你全部有對口的嘛 那些立法有對口的 而且每個立法呢 都有幾種對口的嘛 你可能涉及外交 可能涉及軍事 軍事的委員會當然是大權 是吧 也都可能涉及國土安全 所以每個立法你要看一個 你看一下那個 啊 哪個幾個委員會適合 那你才會找委員會的人嘛 一個有多少個委員會啊 二百幾個 哇 參眾兩院 其中一半左右是有立法權的 哦 那眾議院有多少個 不是啊 參眾兩院加在一起 一個都是找委員會 眾議院差不多有幾十個了 有幾十個重要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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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很重要啊 將來我們做事都是靠他們的了 這個我很熟悉啊 我三十多年一直看著 變成其他沒有做不到多少事情 什麼國務院那些做不到多少事情 唯一做到的就是國會的了 國務院看看誰做頭 那時候我的經驗呢 就是有一些問題呢 找國務院呢 老老實實這樣說一下 誰有用誰有用 希拉莉是挺有用的 希拉莉找到的 總之我去找他有什麼事情推動呢 他反應的 就是 最推不動呢 我第一次有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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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個是不動的 前面 因為 我沒有打過交道 我不知道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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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說什麼都沒有用 那些人 他講到天花龍鳳 現在又去仿華 天花龍鳳 講完 一樣都不做的 那些是好本事 有很多 那些人 政府那些人 那些人 本事就是講 講到什麼 一定是如何如何 跟著 找他 沒有了 所以 每個人都一樣 那些人 Rex Tidderson 那時候真的 我找了很多次 那時候 我真的幾感慨 他真的是傷人 上去之後 沒有這樣做個計劃 先炒掉2700人 Pompel上去 就停了 但是各國的人 應該炒 中國科說整個 親中親都沒有了 他做的 Example Pro的CEO 那些人 真的炒人 炒人眼 不會炒眼的 大公司 這些大風浪 他經得起 國務應該炒成半年 應該 我知道 我自己那時候 那些部門 炒半支 八十都沒有事 我知道 只有八十人做事 剩下 我有個朋友 對 現在出來幫忙 他退休 出來幫忙 幫我管了些帳 Patreon 他原來在華盛頓 高等法庭做事 一個部門 十個人 九個不做事 是他做的 九個全部是他老闆 激到他 就真的 不做 因為九個人 知心 知力都很深 他是同樣級別 但是人人比你早 人人都指你做事 他說最壞的 九個人全部是黑人 剩下他一個王總人 全部的事情他做不完 是 國務院有多少人 國務院有多少個職員 國務院是六萬多人 不是 六萬多人是沒有加些非正式的 合同工還要多過他的正式工 所以做了 合同工的數字沒有定額 合同工的數字沒有定額 所以合同工的數字 對於合同工的國務院是沒有計算的 他這六萬多人是正式工作人員 我以前是北大的老師 美國老師 現在在管國務院退休人員 他作為勞工這邊的代表 那些勞工很高級的都是勞工的 只要他不是任命官員 他屬於勞工工會幫 所以他在管那些人 我有些資歷底細 很多人 他最後就在大使館 他去大使館 派了五十個人去大使館 大使館 那個使館就有一筆經費 去找當地人做事 那筆經費是固定的 當地的勞工越便宜 就可以顧得越多 所以你不知道多少人 最後不知道 那時候美國的外交官 寫一些回憶錄 走到亞洲 在美國 很隨便美國就是我們的人 他可能級別比我還低 那時候 一去到印尼 好像印尼 發現他可以找兩個用人 還有公家給錢 天天服侍著 他說這樣也有的 那小孩子讀書全部都是公費 什麼 他說在美國回來 我就是普通人 在那邊我真是美國外交官 不知多特權 所以 如果很容易騙到一份飯吃的 跟華盛頓的關係好 真的很容易騙到一份飯吃 還不錯 所以他們很懂得做人的 不是你奴隸 就是你跟上級低聲下氣 有什麼事情也不說 是是是 句句都是說是 那時候那些人我不能做 我當然是頂回頭 我頂到肩膀的 見總統我都照頂的 不是說不做人 是做個自由人的意思 但是華盛頓90%不是自由人 個個都真的在那裡找回蛋飯吃 騙飯吃的 講到最後 真的騙飯吃 看得清清楚楚 共產黨裡面都是這樣 都是騙飯吃 全世界的天下烏鴉一半黑 你說這些官僚機構 個個都是這樣 所以呢 最簡單 政府就越小越好 人民監督得越緊越好 小政府大監督 每天都看著它 不適合就擦它 這樣才行 現在政府做到人民的大上皇 全部的政府的官員都不能解僱 那怎麽是呀 暫時的 特朗普的位置都過得去 都不算 都沒有什麼受到傷害 特朗普有問題 現在講起來 為什麽呢 因為他一般的人 他很早就宣佈 中期選舉過了 就馬上宣佈 他要競選總統 是 那你宣佈了之後 你一般的人 宣佈完競選總統 下面那個月 就很頻繁到處的活動 很密集 結果他宣佈完 他就沒有事一樣 什麽都沒有 那麽現在見到 我不知道 我跟大家講老實話 我一向很支持他 什麽 但是呢 我作為政治觀察人士 我是覺得特朗普的整個 就是被人打擊到 人受打擊到一定程度 都是幾受傷害 那我見到他現在 就是他第一個 他真的沒有什麽安排出來活動 這個可能只有兩個 一個是第一個 自己不想出來 真的太累了 第二個呢 下面沒有人手去安排出來 他按照來說 他應該沒有了這麽多錢 應該由人手 顧到人的 但是可能能幹的人手 根據我知道 就已經不在其他地方找飯吃了 是 那麽呢 就是這個 那麽跟著呢 他現在 我見到他那些 social truth social的推 特朗普又犯了一個錯誤 他應該回到twitter 他應該支持 Elon Musk 回到twitter 他呢 就保持自己的truth social 沒有人看 那麽呢 現在我見到呢 有些 就是特朗普的推 以前呢 他有時候自己打錯字 周志文 那時候 競選的時候 後來有人跟他打你 就好了 現在truth social 好像又沒有一個能幹的人 打你 經常說一些錯話出來 所以對他商量 那是他競選總經理 那些已經走了 現在沒有了 沒有競選經理 你說了要競選 應該馬上就有一個班底 那麽多錢有什麼用 我沒有去查他 到底現在誰和他競選 但是呢 就是 就是 特朗普做到這麽久出來呢 他有些就 就是有些irrelevant 就變成了 所以我都幾擔心 就是 就是我不是說 他老實講 對於我來說 就是選誰做總統 怎麽樣的 但是要選一個 贏到的人 如果特朗普是贏到的人 現在好像沒有了後刑那樣 嗯 又是這段時間剩下了 這段時間剩下了 是的 而且這次國會這20個人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這樣呢 特朗普在民間傷害幾大 嗯 這個又是令人 就是幾感 你經常覺得 你會是支持著他 但是你這麽做呢 因為你看普遍的 全部的輿論 人民 因為人民又不是搞得清楚 你1、2、3、4 到底有什麽 Cabin McCarthy 見到共和黨這樣做 民主黨很開心 就是 嗯 一般的選民呢 我昨天下午和共和黨 那些人吃飯在那裡 說起來這個事情 大家真的搖頭 嗯 這個因為他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對特朗普的傷害都幾大 嗯 有代價 有代價 嗯 我們看下去 看看怎麽下去 怎麽發展 哦 好啊 好啊 我們今天沒有什麽特別 我原本想著 那裡 原本我們想著 今天可能 就是剛剛國會開幕 因為那些小組的組長 都很重要的 那些主席 很重要的 那些就是將來 怎麽樣走 現在變成了 現在 卡在那裡 變成整個東西停在那裡 今天呢 昨天又有新的Twitter file出來 是 這個新的Twitter file MetaEB出來的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干預下去Twitter 直接 這樣 是啊 直接怎樣干預 所以很詳細的資料 當時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 怎樣寫信去找他們 怎樣說 就是這個 找他們那個成員呢 就是 是我們州的參議員 Mark Warner 是 民主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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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州兩個參議員都是民主黨的 是 是 所以呢 現在我們看到那個 怎麼說呢 就是 Twitter file出來的東西 你想想 Twitter 應該是 應該是 Facebook的十分之一 的 還有 Google 先大 Amazon的先大 就保持著你的社會 那些 就是 目前你看呢 你看到就是 Twitter file出來的 就 國家公器 包括FBI 包括整個情報部 各個情報部門 國務院 五角大樓 今天 外交委員會 就是 參議院 全部干預了 推動他們去做言論審查 老實說 Twitter是個公司 是私人公司再大 你在這麼大的國家力量 推動之下 而且 今天就已經 參議院 那個參議員 說了 而 通知了他們 那些參議院的委員會 你等著 對你們不利的立法要出來 威脅 直接就是威脅 直接威脅 直接威脅他們 那 那 這些互聯網公司 現在 以前 我們經常都說 互聯網公司 混帳 真的很混帳 是 做言論審查 現在看下去 整個國家公器 公器私用 公器被民主黨私用 所以 所以 有些少許 他們幾個 這個 社交媒體 都有些受害者 有些這樣的氣氛 他們自己 有自願的 自己很自願 他們這幫人 都是阻擋到什麼 但是呢 你看到那個阻擋 上面再來這麼多壓力 如果你是 你這樣說 美國有法制的嘛 如果你很阻擋 你很什麼的 你去壓制言論 被人告幾次 你就很慘了嘛 是 但是這次 他們有這麼大的 國家公器 在後面的支持 那是真的 就是 Twitter file出來之後 就 真的有很多人害怕 你如果想想 你想想 都覺得 這個 美國這個民主自由 特別是 言論自由 是美國自由的基礎 是 那下面 會推到哪裏 你就不知道 真是 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Twitter就是個小公司 同時 它爆料出來是有限的 就是到底這個deep state 深到什麼程度 真是沒有人 現在越想越害怕 越看越害怕 越看越害怕 拿出來就知道 原來這麼深的 但是底在哪裏 當然沒有人知道 是啊 那就是 我剛剛想說 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事情 是想說 我忘記了 就是講一下Twitter這個中間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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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在 這樣 哦 得到 回家 作詞 零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